提到慈禧,称他为翡翠发烧友,一点也不为过 他可是出了名的珠宝收藏大户 对翡翠的痴迷,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据说,慈禧用来佩戴和把玩的翡翠物件 足以装满三千个檀木箱子 喝茶用的杯子,吃饭用的筷子,头发上的簪子,手上戴的镯子 甚至连护甲套都是由翡翠制成的 慈禧太后去世后,随关入葬的珍宝数不胜数 其中的翡翠白菜,翡翠西瓜和翡翠荷叶更是稀释其真 他不但在棺果中放满翡翠 甚至还在身上戴着,嘴里含着,手里握着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如此痴迷翡翠的白富美